大家好 我們今集有一個新的煮法 會將生蠔、茄醬和蒜油意粉混合在一起 今次這個做法好像很特別 但其實就一點都不暗黑 出來的效果意想不到是好吃的 先那一陣子就介紹過情人節可以做這個酸汁帶子 今次這個意粉其實是很適合情人節做的 Hello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lpha 今集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食物 很暗黑的一個料理 聽起來好像很奇怪 這個叫做生蠔意粉 生蠔就會用這個茄醬和西式煮法調味去做出來 這個意粉會吸收生蠔的味道 其實喜歡吃蠔的味道 或者是喜歡吃蠔的人都會喜歡這個味道 或者喜歡這個意粉 這個意粉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是因為我昨天打火鍋有些東西剩下 包括生蠔、配料 所以今次就做了意粉出來 其實這個意粉根本一點都不暗黑 一向都是有西式煮法 只不過香港好像很少聽到這個意粉 試一下做一下 不難做的 都很快 OK 我們先介紹材料 眼前我們有一個是吃不完 剩下的生蠔 是一個日本產的剝生蠔 脫殼那些 就是這樣 這裡有好幾隻的 然後有這個碎茄 然後打火鍋剩下的少許蒜蓉 辣椒一條 芫荽你可以不用的 可以用範繩 只不過有芫荽就不如用它 當然是有意粉 這個時候第一件事先洗一下生蠔 你的生蠔這次可以看一看 這些是浸著蠔的水來的 所以就不要倒了它 我意思是你保持的時候就不要倒水 如果你要保持這些生蠔 就用它的水去保持它 否則你用其他水保持它 它就會保持得不好 第一件事先用水 然後輕輕洗一下生蠔的表面 就可以沖一沖水 騰一騰水 下一步就放少許鹽 我們就輕微把它攪拌 這一步其實是想清洗一下生蠔的表面 還有它的邊 我們稍後都會用一些生粉去擦走它 多少多少呢就自己看看 通常就叫做是令到它起到漿 即是你攪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生粉是吃進生蠔的邊 有一點水是可以順便幫我們這些髒東西 就洗出來 這個洗生蠔的方法 就比我們平時逐隻洗就快很多 要不然呢 要不然就洗到人都瘋了 例如是譬如你洗一些蠔仔 有些蠔仔說逐隻洗 怎麼洗呢 大佬不用洗一隻 就是蠔仔炒蛋的蠔仔 蠔仔那些 洗不到的嘛 所以這個方法就好一點了 有一點生粉的黏力 就將那條邊在攪拌的時候 就擦走它 就是擦乾淨它 免得有些髒東西 沙石在裡面 好 先給水 給水的時候也是不停攪拌 好 先擦到水 再洗多一次 那條邊也是非常白切 就沒有那麼髒的 可以擦擦它 其實你看到這樣的情況 都已經OK了 就不用說是非常白的 乾淨沒有沙石沒有泥沒有成就OK了 將它鎖一鎖乾表面 先來一隻 兩隻 三隻 好 八隻 好 兩邊都印一印 不用說太乾 但是儘量鎖乾一點 稍後我們煎的時候就不會有一點彈水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 我們那個pasta sauce 那個意粉的汁 順便就可以灑在意粉 好 我們先煲起水 基本操作呢 先給點鹽 鹹一點點的水 好了 煮完之後就將一人份量的意粉放進去 如果你煮兩人份量就大約是120克至150克 這裏就大約是80克的意粉來的 根據包裝指示 煮它的包裝時間的減兩分鐘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我們的pasta sauce 那個在這裏先 好了 平底鍋 放些油進去 油要多一點的 好似蒜油意粉的原理 只不過是變了那個做法 油開始嫩的時候 就可以收回到中火 我們將我們的蒜蓉 先放進去逼一下味道出來 不要太大火 太大火變成蒜很快焦 辣椒一條 乾辣椒都ok的 新鮮辣椒都ok的 就把它拔開 要去逼一下味道出來 我們要油有蒜、辣椒的味道 其實想省些油 你可以用它打斜 一邊浸著去煮我們的蒜蓉、辣椒 主要是想做蒜油出來 我們煮這個意粉汁的時候 其實跟我們煮意粉的時間都挺match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 你可以預先做定 不過其實同步做都不是一個很複雜的事 最重要是不要煮到蒜太焦 所以我要逼味出來 剛才是蠔的 蠔就可以在這個時候放進去 不用上粉的 印乾就ok 而且火不太大 它不會怎樣彈 煎到尾為之ok 就是煎到它脹身、金黃 隨即可以放些少許鹽 你看到它脹身左縮了少許的 我們反轉看一看 可以反轉看一看 對了 這樣 這樣 喔 好漂亮 蒜 黏在蠔上面 好香 嗯 煎到那麼上 То下 能可以再反轉一轉 我們 make sure兩邊煎得香 大家煎到它 廿熟 不要以前廚熟 因為要轉 past 我們的碎番茄肉 三份一罐就足夠了,有沒有那麼多 中大火,輕微攪拌 要那個味道融入整份汁水的裡面 這些辣椒和蒜,就有它在裡面就可以了 意粉水就兩個湯匙 OK,我們煎到這樣,其實蠔都差不多熟了 先收回中小火 我們把蠔拿出來 其實這個做法用來做螢光魷魚都OK的 這時候這個醬子,因為有意粉水數 little bit 這個是稀少稠的 這個醬子可以用筷子去弄一手 好,把意粉放進去 煮一煮 然後少許鹽西碎,可以用西碎的 煮意粉都是基本的調味方式 我們用剩餘的兩分鐘就收稠的汁 煮到意粉適合自己的口味 好,先收汁 你看到水收了很多,現在越來越稠 就可以將蠔放進去 少許的黑胡椒碎 再拌勻多一次 好,OK了 到最後意粉不少的就是這個 Extra Version的Olive Oil 倒一圈 再拌勻一次 上就可以了 不太簡單 為了意粉想製作得更漂亮 記得可以用湯殼頂著來轉 放在碟中間就很帥 將生蠔鋪面或者放在旁邊 用你喜歡的擺法 最後就是精華 將我們那個有蠔味有蒜味的茄汁 淋在上面 最後就放一塊芫荽或者番茄在上面做裝飾 那就OK了 雖然今集是用了芫荽 原來我雪櫃是有番茄的 不過忘了拿出來喝 好了,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其實這個意粉是很好吃的 看起來好像真的很奇怪 不過你試過你就知道好吃的 好了,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大家喜歡吃蠔的都不妨試一下 喜歡的給個讚 讚好分享出去訂閱頻道 最終Instagram或者Facebook 我們下集再見 先開飯了,拜拜 於是,我還是有的 好朋友 好朋友 啊 啤酒 好朋友 我昨天見 我怎會有點? 感谢观看